多数的亡者没有力量消除障碍 所以必须仰仗亲友 给予佛法进行法布施 地球是个地球村的概念 跨越种族宗教的观点 以人为出发点来相互支援 如近年来国际间重大的灾难 各国间相互援助 以佛教的慈悲观来说 善念并不分国籍和人种或信仰 绝研法师就兴建了希望小学 长期资助偏远地区的学童 那因为是在三米Q行家的当中 他们年十十年来和在世中 再来接一个办一个学校 希望小学一百二十个小孩 这都看舞的游牧小孩 包括他们的吃饭 包括老师的薪水 人家煮饭 穿衣衣装都是 我们的转性的信徒 都是带着等年来给他学习 一个月也差不多十几万 尤其这间学校的收集 还在世中 过去文革的时候 一个塔利寺都被拆掉了 上去佛祖和穿佛妈 五六十个人 那些所在海宝五千花 都没有世 所以我看到了很不忍心 跟台湾的条件被闭起来 所以我乡村的法院 转性的行家报告 把那个大天建起来 第二就是由佛祖和妈 可以躺起来 出家人可以去念经拜佛 所以我这个十十年以来 跟世中这个 这个比较艰难的所在 还夾得很亲密的缘 上年还要完完 这个五条救 他们不是救派 他们是整四人都没有救好走 因为寝床里面 政府都没办法去做 所以这个因缘 我们都一直跟这个社会 起来最好运 所以未来 三明治完完 可能我还要有点时间 会回去世中 去探讨一些比较 所以自己 所欲学习的一些 发问 来充实自己 希望以后 在台湾的所有的 方法报告 以外我会比较走 能够来用 辅导的 先行的 这个 博博主缘 找个福田 台湾现在的生活条件 已经不错 反观其他落后地区 是需要被人注意的 这需要藉由善心者 搭起之间的桥梁 绝言法师 有感于行善 不止在台湾本地 对外无私的付出 才是真正的广行不失 法杰新闻 吴庸曲嘉义采访报道